Hello, welcome or welcome back to my class, this is Paul 大家好,欢迎来到或回到新的期的Paul英语课谈 最近有位同学跟我私信说 上个月他和同事做出租去见顾客的途中 遇到了交场等待的红灯 然后自己则抱怨了一句 I hate waiting for the red light 我讨厌等红灯 结果同事是一脸疑惑 在同事与他进一步沟通后 这位同学发现原来这是个自己的表达错误 你是否也认为等红灯是这样子的表达呢 在本课里Paul将给大家讲解 如何准确地道表达等红灯 这样你就不会因为说错感到尴尬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keywords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wait wait 给我念一下wait 好这个词的话发a的时候 wait的wait这个a的时候发的饱满一些 这是个双原因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we had a long wait for the screening test 我们等筛查检测 花了很多时间 这地方的align wait for something 就指的是等待什么 花了很长时间的意思 screening指的是筛查 但这个地方的wait是个名词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用的更多的动词形态 记住我们等待什么 一定是wait for something 叫个for 所以说等出租不是wait a taxi 而是wait for a taxi 好这个地方就类似于等红灯 你不能直接就是执意过来 不然就变成中式英文的 同样等出租的话 中文里面是等出租 英文里面是等 还要加一个借词 是for这个借词 代表目的性的借词 OK 同样的我们讲一下交通信号灯 也是我们说的红绿灯的说法 好 英文是traffic light traffic light 好traffic代表就是交通 light代表灯 或者是traffic signal traffic signal signal代表是信号 这个单词 或者还可以说成是stop light stop light 这地方stop代表是停的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句 traffic lights are known as robots in South Africa 交通信号灯 在南非被叫做robot 好 这个地方的robot 指的就是机器人 很有意思 在南非居然叫做机器人 这很有意思一种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那个红绿灯 还有包括黄灯分别的说法 那个绿灯是green light green light OK 这个比较简单 那么黄灯我们注意一下 黄灯可以叫做yellow light 或者叫做ember light ember light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黄灯可以叫做ember light OK 红灯叫做red light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ember light 这个说法 一般在英国用的比较多 在美国的话 有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也可能会用到这个表达 yellow light 在美国要用到多一些 相对来讲 OK 好 这个地方的ember这个词 本来是指琥珀的意思 因为在英国的话 大家认为 这个黄灯的颜色的话 更加是接近琥珀的颜色 所以大家把它称为ember light ember light 这样子的 OK 说到这个红绿灯的话 我们称作红绿灯 很多地方叫做 其实在1868年 第一盏红绿灯 就是在英国发明的 他们当时就只有红灯和绿灯 然后到1899年 在美国就变成了红黄绿灯 就加入了黄色的这种灯 就是yellow light 好 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来 接下来到一些重要的说法 那么等红灯到底怎么说呢 好 第一种说法是 wait at a red light wait at a red light 好 这地方就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红灯处等待的意思 wait at a red light 是这样子的 因为红灯也是需要停下来的 这地方我们知道 就是wait 等待嘛 在红灯处 而不是为了 所以这地方最主要一个区别 就是不能是for 而是用at 这样子的 OK 我们看一下例句 I'm tired of waiting and a red light during the commute to my work 我讨厌上班途中等红灯 好 这一番的commute是那个 上下班通勤的意思 那么这一番 to my work 就指的是那个 上班 对不对 上班途中 我怎么样呢 我讨厌厌烦恼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就是waiting at a red light waiting at a red light OK 好 或者你还可以这样子说 wait for the red light to change wait for the red light to change 好 这地方一定是 wait for the 就是加the red light to change 一定是要加上to change的 如果不加to change 就变成了wait for the red light 你就是在等那个 等待红灯这个本身 这件事情 其实本质来讲 在英文里面是指的是 等红色灯改变 改变成其他颜色的 比如说改变成绿色的 我们就好通行 对不对 其中文里面也是说 意思也是指等红灯改变 只是说我们习惯表达是等红灯 好 我们看下例句 I'm still waiting for the red light to change 我还在等红灯呢 好 大家理解没有 所以这地方的关键词就是 to change 这地方的兵语补足语 要添加上额 好 同时你还可以怎么说呢 你还可以把这地方的 red light 换成the light 或者是在英式英语 就是用复数 the lights 所以在英国的话 一般是 wait for the lights to change 这个也可以的 或者你把这地方也可以变成 wait for the traffic light to change 或者是 wait for the traffic signal to change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好 或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表达就是 wait for the green light 因为其实你等红灯的话 你接下来你是想等什么 等你可以被放行 对不对 所以就是等的是绿灯 wait for the green light 这个也是没问题 wait for the green light的话 其实它翻译过 也可以指等红灯的意思 OK 好 其实指引过就等绿灯嘛 意思比较明显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do you wait for the green light before crossing the road 过马路前 务必等红灯 好 这地方的cross the road 代表是过马路 这地方do起一个 加强语气的作用 代表是务必的意思 好 这地方 wait for the green light 记住 也是代表是等红灯 好 接下来我讲一下 其实我们说的 红灯 绿灯和黄灯 在英语里面 它还有它的一种 延伸出来的意思 比如说red light 在生活当英语里面的话 可以代表叫停 我们看一下例句 being late for work will get a red light and be denounced 上班迟到 会被叫停 并被谴责 好 这就是延伸出来的意思 好 这地方的denance 代表是谴责的意思 好 上班迟到 这地方be late for work OK 包括绿灯的话 它本身也是代表是放行 允许做某事的意思 green light 我们看一下例句 the company was given the green light to run the project 这家公司被开了绿灯 经营此项目 包括yellow light 它本来就指警示的意思 就是caution C-A-U-T-I-O-N caution 因为黄色的话 在美国1899年 发明那个黄灯的时候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警示 caution 所以说在很多地方 你看到黄色的标牌 都是代表考选警示的意思 比如说border crossing 这个地方的 我们看一下例句 I regard what he said as a yellow light not to proceed radically 我把它说的是做 不要激进前进的警示 这地方的 a yellow light 代表是警示的意思 一般提到黄灯的话 比如说在美国 你就行驶得非常慢 或者停下来之类的了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地方 proceed代表是 前行前进的意思 radically代表是激进的 所以说当别人给你一个 yellow light 就是在警示你的意思了 OK好 希望这节目对大家有帮助吧 OK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大家点击视频下方 点击订阅按钮 就是在那个YouTube平台 然后呢 点击右边的小铃铛 打开全部 这样你就能够 坚持学英文 每次收到我最新的视频通知了 还可以看我过去的视频 欢迎大家给我点赞 留言分享或者保存吧 如果看不到YouTube视频的话 可以在bilibili.com 这个网站搜 生活英文教学 就能找到了 或者扫我微信吧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